美国建设计创作者的中心 中国建设计官员中心 都获得了四个星期 这是在全世界塔格利亚年度劳工大奖的颁奖典体上 我有姓作为公论代表 代表中建中东公司上台领奖 中建中东公司也是首家 获得塔克利亚劳工大奖的中基企业 我叫孙海元 现就职与中建中东公司 担任装修分公司一队队长制职 同时兼论伊玛项目 X1X2以及B4现场施工经理制职 我是一名老中建人 31岁离开的家乡 已经在海外打拼了25年了 1999年我加入了中建南洋公司 在新加坡的单位成立了两个项目 一个是38万B45公寓楼 另一个是拆住港公寓小高层 总共用了6年时间 2005年3月份 由于工作原因 我来到迪拜加入了中建中东公司 我的工作主要内容包括项目装修阶段的内装修 工程安全 工程进度及工程质量把控 以及解决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施工问题 项目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我为之负责高层项目 从机制开始 包括装滩膜 防水 胶筑 做机下室的机构 配合我们机构分公司 完成机制下的工作作业 开始建高层之后 我就负责内部装修 一个是使命 一个是责任 家庭责任 公司责任 有时候疲惫了也会有抱怨 但看到公司在蓬勃发展 也给了我们不少动力 尤其我们经常在海外做工的 我很感慨公司 对我们的员工 家庭 包括生活环境 都考虑得非常周到 经常安排家人 过来探亲 让我们更能 安心地在海外工作 我是一个来自 农民家庭的孩子 来到了海外打拼 从一个泥瓦江 到现在的管理人员 是中间给了我一个 可以施展技能的平台 很荣幸 与这里的领导 同事共识 是他们成就了今天的我 只要看到 中国建筑 四个大字的时候 我还是会激动 无比自豪 请不吝点赞 订阅